周三晚上,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大卫·乔高和大卫·麦塔斯 讲述了中共对于良心犯,尤其是法轮功修炼者 所进行的强摘人体器官以贩卖牟利的暴行 乔高指出,仅在2016年,中国大陆就有6万至10万例器官移植 而中国并没有器官捐献制度来支持这些移植手术 2016年,美国国会通过了343号决议案 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行径 今年,加州州参议员安德森则撰写了 州参议院10号决议案SGR10支持法轮功和平抗争 并呼吁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然而,该决议案却在近期遭到中共阻挠 面对中共的极力掩盖和阻挠 安德森呼吁加州议员们应站在人权立场支持SGR10 当晚,近200名群众参加了讲座 与会者表示,要让更多人了解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 并反映给代表他们的议员们 要求中共停止强摘器官 我们认为我们所认为我们所认为 的币键中的自由世界 和贊助人的材责 我们必须要做它 整个世界上的整个世界 并不是只看着眼睛 因为我们的交易业业业业业业 感谢观看